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添了如此多的重要元素 由于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对一个相似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点很好 但我们都必须尊重彼此对当前问题的看法 以便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观 摩托沃的学院与众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点是我们的学校规模 我们有1300名学生 其中近800名为高中生 正因为如此 我们能够创建更有意义的教育场景 最大限度地扩大学生的兴趣爱好 例如 我们为学生提供常规课 荣誉课 大学预修课 以及为合格的学生提供佛罗里达大学 和萨姆特湖州立学院的学分课程项目 此外 在我们的常规课程中 我们有一些学院的学生 除了学习具有挑战的学术课程外 还可以专注于自己特定的爱好 例如 我们的学生可能在上午 学习五节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课 下午 专注于音乐 戏剧 体育 或互动游戏课程 学校有超过50个社团组织 和大约25个体育校队 在蒙特沃的学院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 欢迎来到我们学生活动中心的休息室 如果高中学生上了龙玉榜 他们可以选择在这里自习 作为放松的一种方式 这里也是我们寄宿学生 周末闲逛的好地方 学生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学习 打乒乓球 看电视 或玩电子游戏 或者只是和朋友聊聊天 享受美味的校园零食 我们称这里为风巢 因为这里总是像密封窝一样 汪汪的充满了各种活动 欢迎来到高中部教学楼 McKenzie教学楼是除科学课以外的 所有高中部核心学术课程的所在地 所有教室规模类似 所有学科的教室都被分组在一起 以便学科领域的教师可以紧密合作 数学 英语 世界语言 和历史课程 以及大量选修课 都设在McKenzie教学楼 欢迎来到我们的初中部教学楼 Lindo Hall教学楼是以2011年校友 Francisco Lindo的名字命名 它为帮助学校建造令人印象深刻的 初中教学楼而慷慨捐赠 Lindo Hall是一座面积超过4万平方英尺的 独立建筑 是初中部6年级 7年级和8年级学生的家 Lindo Hall教学楼的教室可通过移动式墙壁 组合成大型团队项目空间 并包含体育馆 舞台 咖啡厅 自习室 和会议空间 以及三个难以置信的科学实验室 这是我们的高中部科学楼 Crikey科学楼由6间科学教室组成 其中两个教室是生物和环境科学课的生命科学实验室 两个实验室作为物理实验室 还有两个实验室是化学实验室 我们的学校餐厅员工每天在午餐时间为近1500名师生提供餐饮服务 午餐时间从上午11点开始到下午1点半左右结束 学生可以在各种食物选项中进行自主选择 如你所见 我们有一个供应丰富的沙拉巴 一个国际食品区和两条人工服务线 技术学生每周七天 每天三次都在时常用餐 高中学生有一个特权 他们可以走到离校园不远的地方去用餐 附近有意大利餐厅 三名字典 咖啡店 及冰淇淋和糖果店 萌特沃的学院的宿舍是我们住宿学生的另一个家 萌特沃的学院雇佣全职宿馆来照顾我们的技术学生 宿舍管理人员尽其所能帮助我们的学生 顺利过渡到学校的技术生活 寄宿学生的一天从食堂的早餐开始 直到当天的课程全部结束后才能回到宿舍 学习日从上午7点45开始 下午3点10分结束 学生在晚餐前返回宿舍 放松片刻后之后前往食堂和朋友们一起晚餐 自习时间从周一到周四 每天晚上7点至9点举行 荣誉榜上的学生每天晚上可以享受在宿舍安静自习的特权 周末充满了各种校内外活动 学生们可以选择购物旅行 看电影 海滩旅行 迪斯林乐园短途旅行 去当地龙貌市场逛逛 以及其他许多活动 欢迎来到学校剧院 Stevens剧院可以容纳大约400名观众 同时也是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学生的家 对戏剧或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可以上午学习五门学术课程 然后在午餐后用下午剩下的时间来追求他们对艺术的热情 每个学年我们的剧院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学生表演 从音乐剧到独木剧 我们的学生是佛罗里达州最出色的表演者 这是我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 虽然是最后一站 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站 是被亲切地称为NEST的学校体育馆 NEST是蒙特沃的学院所有运动员的家 每个体育团队都会在这里进行力量训练 这里也是举办各组男子篮球 女子篮球 以及排球比赛的竞技场 凯瑟琳力量和训练中心由该领域的几位全职专家监管 健身中心供所有运动员使用 所有运动员进入健身中心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变得更强壮、更敏捷 以提高他们的运动水平 每个团队都有专门为该项运动设计的训练 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 参加蒙特沃德学院的线上仿校之旅 我们为我们的学校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的软意见设施是非常杰出的 我们邀请您继续访问学校官方网站 moutford.org 了解蒙特沃德学院的教育 能够为你的孩子做些什么